《约翰福音》第二章 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 照犹太人结正的规矩 有六口石缸摆在哪里 背口可以剩两三桶水 耶稣对用人说 把缸倒满了水 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 耶稣又说 现在可以绕出来,送给管然直的 他们就送了去 管然直的尚了那水便的酒 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 只有饶水的用人知道 管然直的便叫新郎来 对他说 人都是先摆上好酒 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 你倒把好酒流到如今 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 自在加里里的加拿行的 显出他的荣耀来 他的门徒就信他了 这是以后 耶稣与他的母亲、弟兄和门徒都下加白龙去 在哪里住了不多几日 犹太人的如月接近了 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 看见殿里有卖牛、羊、甲子的 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哪里 耶稣就拿成子造成鞭子 把牛羊都赶出殿去 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 推翻他们的却子 又兑换银子的说 把这些东西拿去 不要将我付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 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 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 如同火烧 因此犹太人问他说 你既做这些事 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 耶稣回答说 你们拆毁这殿 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 犹太人便说 这殿是四十六年才造成的 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 但耶稣这话 是以他的身体为殿 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 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 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 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于月节的时候 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 就信了他的名 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 因为他知道万人 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 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